今天,有没有一种贷款是可以让我贷款到我想要的数目 而且利息低,工期也长 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Housing Refinance啦 那么,Refinance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如果今天你在银行有公证比较高利息的债务 比如说Credit Card,Personal Loan等等 就能通过Refinance重组你的债务 把你的高利息债务清掉同时拉长房屋贷款的工期 第二,Refinance做Cash Out 今天,你一样可以通过Refinance 放弃一笔钱出来扩展你的生意、投资 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又或者是当作你的Backup Fund 第三,降低房屋贷款的利息 今天,你同样可以通过Refinance 从Bank A转去Bank B来获得更低的利息 和拉长你的房屋贷款工期哦 第四,加名字 如果今天你是想把房子的名字转给你的孩子 但是房贷又还没有够完 你也能够通过Refinance的方式把你孩子的名字加上去哦 最后,提高出租的租金 如果今天你想把你的房子租出去 你可以通过Refinance Cash Out的钱用来装修美化你的房子 因此来提到你的资金 所以啊,今天不管你是债务 又或者是生意遇到资金的问题 Refinance它可以是你其中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看着这部影片的你们 如果有想要extra现金 或者想要了解房屋债融资 记得联系我们获得免费咨询了解更多哦 我们下期见,拜拜!